這是我目前在廣州知道最辣的了 大家好 這也是今天隨便吃一點成績 今天還是局部鎮宇系列 把廣州好吃的辣子都給挖出來 有個小夥伴推薦了我一家超級無敵變態辣的 號稱加了重辣五號的烤刺給我 其實這家店兩年前我就吃過 大概吃了五個我就不行了 究竟能辣到什麼誇張程度呢 話不多說 走到這裡基本就是網放時間了 老闆 你們家有沒有那個變態辣的那個雞翅 有 辣到什麼程度 辣到什麼程度 對 我沒吃過 聽到那個時候很辣喔 最多的人一個人能吃幾個 吃辣子也是兩個 十個有沒有人吃的話 沒有 看你給我十個 一個多少錢 這奇怪 看你給我十個 十個變態辣 這變態辣 對 離家近就直接帶回家裡吃吧 今天我們搬到陽台來吃 主要是味道太重了 I could be red I could be yellow I could be blue I could be blue I could be purple 今天唯一能拯救我的 就這兩個兄弟了 坐在這聞到的味道都好嗆 來吧第一個 就能把雞翅外面這層皮給烤焦是很牛逼的東西 就能把雞翅外面這層皮給烤焦是很牛逼的東西 我已經吃了 我把雞翅外面這層皮給烤焦 把雞翅外面大臺 出身來吃 我又把雞翅外面 aç秤 是一步嗎 要能把雞翅外餐放在 Limit 兩隻皮之間 crise 第六个啦 我上次是他们家的纪录是五个 第六串 结束 还剩最后四串 我感觉我整个人都在冒烟了 已经到了吃一口要喝一口水的程度了 我已經開來第七創好久了 哇 浩進來了 嗯 又辣又撞 啊 又痛 ł 你看我臉上的汗 最后再挑战一创 挑战了第八创 就结束好吧 后勁又来了 这是我目前在广州吃到最辣的了 嘴巴已经肿起来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点赞 关注